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一下我今天穿得很素 对不对 因为我特别怕和你撞衫 前段时间张新宇去巴黎学画画 又有人就开始出那个阴谋论 是吧 什么张新宇炒作啊 卖人设啊 对不对 各种各样的说法 哎 怎么了 张新宇能画画怎么了 张新宇很好的美术功底 大家有目共睹好不好 不信你去看一下 他发的那个照片 每一张都修得那么好看 对不对 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事情 就是小孩在出生前后啊 他听的那个音乐差距都很大 你在妈妈肚子里就是很舒服 你听的音乐是什么 莫扎特 对吧 G大调 小夜曲 特别的高端 但是你一出生 就立马给你换成二哥 爸爸的爸爸叫爷爷 我觉得我们80年代的人啊 就直到我们老的那一天 我们可能会有一些自由选择的空间 到时候呢 如果你不想跟你的儿女住在一起 养老院的院长会告诉你 我养你啊 交钱就行 到那个时候呢 我们才可以开心地在养老院里 跟我们的朋友一起开心地打着王者荣耀 哇 但是打着蓝人 就会突然发现 怎么少了个人 老王呢 打野的路上中风了 最后呢 慢慢你就会发现 人越来越少 直到有一天 你大喊一声 全军出击 人呢 团灭了 我不知道在场 有没有跟我一样的观众 就是每次生病 你的第一反应 不是去医院 而是上网查 查完你就后悔了 感觉自己得了绝症 有一次我胳膊上 有一小块皮肤变白了 其实啥事没有 上网一查 百度告诉我 你这个呀 有两种可能 要么是白巅峰 要么是皮肤癌 给我吓掉 那是我人生中 头一次这么渴望 自己得了白巅峰 当然上网查 最主要的原因 其实就是因为 不喜欢去医院 每次去医院 是种什么感觉 我给你们打一个比方 你们吃过外婆家吗 吃过 有没有感觉 那个外婆家的菜单上面 好像就没有 她不推荐的菜 对不对 这个是B点 那个是招牌 旁边还有一个厨师推荐 每次去医院的感觉是一样的 真的每次感冒去医院 输液就是B点 抽血就是招牌 B超你可以不做 但是医生推荐 而且医院里很多药品也特吓人 你们开到过那种药吗 就是用法和用量写得很清楚 但是副作用那一栏写的是 尚不明确 有一次看到这种药物 就问那个医生 我说这个药副作用都不明确 真的可以吃吗 又说你放心 当然可以吃 一般没什么副作用 万一药有的 还你这个 那怎么不就明确了吗 有一种医生 我相信大家都遇到过 就是不允许你问任何的问题 对吧 一旦你多问几句 他肯定就会跟你说 你是医生还是我是医生 你是医生还是我是医生 我是医生 我来找你干啥呀 真的 下次再碰到这样的医生 我给你们一个建议 你就直接反问他 你有病还是我有病 我就特别想当一个偶像型的歌手 别人家的粉丝啊 他都是 始于颜值 现于才华 终于人品 我的粉丝 始于才华 现于才华 终于才华 我特别想有一个粉丝对我说 胡彦斌啊 你唱歌真难听 但是我就喜欢你的脸 后来啊 当然了 喜欢我的人也开始越来越多了 我还获得了一个称号 叫做内地周杰伦 记得我第一次见到周杰伦的时候 我就特别的激动 我就走上去跟杰伦打招呼 哈喽 你好 台湾胡彦斌 我是内地周杰伦 像我之前经历过的一段感情之后啊 天天就上热搜 搞得我都不敢发微博了 好 发什么好像都要被别人误解一样 比如刚刚张老师也跟我说这事是吧 其实是这样的 当天啊 我答应给我的员工 一个员工给他加工资 然后呢 我就想发个微博调侃一下 我就说 哎呀 有的话 就是说了就后悔 结果一看的评论呀 画风不对 赶紧撤 但是撤了也没有用啊 别人还是会告诉你 哈哈哈哈 截图我已经保存了 最近我经常当着上千人演出 来到上海也不一样了 我的观众变成上万人了 其实我也挺感慨的 还是上海地铁的人多呀 前两天嘛 我在三号线开我的个人专场 我刚坐到那儿 过了一个大哥 但这个大哥不是走过来的 他趴在一个滑板上 双手套了一双拖鞋 用游泳的姿势滑到我的面前 顺势掏出一个二胡 我一看 这是要掰头啊 专业的啊 我一个北京北京 他一个二权音乐 我一个成都 他一个二权音乐 我南山南 他二权音乐 一直到晚上七点半 我把二权音乐学会了 那天下来 我俩有一种英雄相惜的感觉 就毕竟都是混音乐圈的嘛 其实我挺心疼他呢 就是临走之前呢 我给他五十块钱 我说大哥 你这个腿脚也不太好 一会你打车回去吧 当时大哥就站起来了 不用不用开车来的 小时候的我呢 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 非主流 我顶着玉米烫 我画着黑眼线 我踏着魔鬼的步伐 而且这整个人的气质中呢 要有一种颓废 忧郁的感觉 我相信 只要经历过 非主流的人 应该都明白 毕竟我们都是来自 藏爱家族嘛 我妈就说了 她说 你怎么就那么爱 藏爱家族啊 我 妈 如果爱 请深爱 你看看你这个样子 我告诉你 你再这么下去以后 零花钱没有了 我不管你了啊 妈 不是都说了 要做彼此的天使吗 蛮不错的 你看看你 这个日子没法过了 妈 我过的不是日子 是寂寞 后来我长大了 懂事了 就进入了娱乐圈 我才知道 原来我说什么话 做什么事都那么着黑 关键是那些键盘侠 实在是太厉害了 你只要给他一个键盘 他就能键起来了 大家生活中肯定有很多后悔的事 对不对 就比如说我也很后悔 就是当初 没有坚持我的音乐梦想 又是音乐梦想 如果我当初坚持我的音乐梦想 也可能像霍远斌老师一样 对吧 被人写在书里什么的 有可能 其实每个人都有后悔的事 对吧 但我这个性格大家也了解 对吧 就比较冲动 比较活泼 我后悔的事特别多 我每分钟都在后悔 真的 比如说现在我就后悔 刚才调侃胡言兵了 以后我在音乐圈还怎么混 对不对 但是我忽然又一想 对吧 他在音乐圈混得也不咋地 对不对 蒙拉我怎么样 但是我又一想 对吧 我又后悔了 对不对 你想想 这些小想法不应该说出来 说出来他脸色就很难看 但我又后悔我都后悔了 对吧 他本来也不太好看 别别别 哎呀我错了 我错了 哎呀别别这样 我站过边了是吧 别别别黑幕黑幕那不是黑幕队 你们知道就是班上啊 那些好同学啊 就学习好的 他是上课听讲 他也不作弊 他就选第一排 对不对 做第一排 我就知道这个吧 我就做第二排 对不对 正好能抄着他们的卷子 有一天我就做第二排 嘎一做 做下我就后悔了 前面的同学我认识 是我的好朋友 放放 就是那个清华落榜生啊 对吧 他什么水平我很了解 对不对 我什么都不会 我跟你讲 对不对 就是他 有的人啊 考试不带笔也就算了 他考试不带脑子 他就做第一排 我就说放放 怎么回事 怎么做第一排 他说池子 你不知道 好学生都做第一排 我说我知道好学生做第一排 所以我做第二排 我就抄他们卷子 你做第一排干嘛 他说你不知道 好学生都做第一排 我做第一排 可能会考得很好 有些很有用的知识啊 比如说不要闯红灯 多简单 多有用的知识 不是天天还有人闯红灯吗 然后光光被车撞 是吧 这没有用啊 您我小时候学完了 但是我小时候学的时候 用不上啊 因为家里就是草原嘛 没有红灯 然后 我后来长大了 第一次进城 见到红灯的时候 很兴奋啊 知识有用物之定 我一边靠近那个十字路口 心里一边默念 红灯停 绿灯行 黄灯请您等一等啊 过去看 红灯啊 停 很高兴 我爸就看我 孩子 两边又没车 爸爸今天教你一些课堂上学不到的东西 这个社会 这个社会 你不去争 没有人会让你 你不去抢 没有人会给你 你不去闯 没有人会扶你 跟我闯过去 我那一颗觉得自己特别社会 社会我亲爹 是吧 瞬间仓老 真的太社会了 全国首当 最权为脱口秀高手 对战节目 脱口秀大会 8月11日起 每周五晚8点 爆笑看